歡迎收看玩具TV 玩具TV第22季第二集 這個好像沒有特別放在剛才的開啟 基本上現在鏡頭看過來都不知道它是什麼 什麼來的 黑蚊蚊 不然這個更清楚一點 絕對兩口 不好意思 剛剛有些師兄留言說 會不會出麥加登 會 答了 除了麥加登還有什麼角色 有沒有地台 沒有 沒有 Wing Gundam已經說了 對了 你要回看吧 拳頭比較小 可能是吧 我都覺得拳頭是因為這個 始終設計師自己的Taste問題 好 回來了 繼續吧 好 要介紹的就是 這個角度就看到盒是什麼 嘩 只是這個Logo都只剩下 只是這個盒都不知道剩下 其實根本就是買個盒 老老實實 真的 沒錯 為什麼這個爛套這麼貴呢 也要多說一些 MASTER MY JAPAN 其實我相信 無論是日本或香港 都很多朋友 挺追捧這個牌子 我在未開合之前 也想多說一些 其實我自己來說 我亦都很喜歡 一些聯繩的產品 當然早前的高達系列 也有1、2、3、4 我不算一比十多 那些大的 PG PG 本來都出過四款 有錯正跟正 我只是靠技性 高達一隻 渣古兩隻 是 含家祥還有我唯一最遺憾的鳳凰 買不到的鳳凰 還是不捨得買 就是買不到 這些全部都是天選之人才能擁有 今天剛才說水哥 應該有機會有 這些水哥不自在 老實說 他就是了 上堂社會的人 嘩 看看那些 究竟是什麼家夥呢 見到今次就是慶祝 不知道是慶祝還是刮籠 50周年 蒙面超人 Clossover了Mastermind 的一個 對我來說 幾起出望外的產品 其實除了本身 在玩具來說 有這個 真骨雕 亦都聯成了很多 服裝的產品 不過當然了 玩具TV 就玩具TV 我就不特別介紹 上次 我也有入手的 Clossover的服裝 後話 今次直接介紹 真骨雕50周年的1號 好 盒 我已經不斷轉 不斷轉 不斷轉 因為你買什麼呢 不買盒 現在坊間 大概成交價 是1,600 反而在日本 這個盒面 這個盒子很漂亮 剛才 盒著的 就是 有一個Mastermind的 標誌 這個訂價 大概是8元 收貴了 你 他也給你一個紙套 謝謝 這個 燙銀的 剪影 真的很高級 這個燙銀很可愛 你仔細看 它的銀色不是純銀色 是嗎 它裡面有些紅色和綠色的點 所以它 某些角度 會看到紅紅的 青青的 好像有一點幻彩 對 是 外面那盒500 裏面那盒500 裏面那盒500 又500 好了 大家都看到大致上那個盒 不再說了 裏面 說明書 不會有什麼特別的 嘩 非常簡潔 嘩 純粹只是一個鑽色的產品 不過 它想你一個 這個又值500元的地台 嘩 已經1500元了 是嗎 本體只剩一塊而已 其實就不是純黑色 不過這個可以轉頭說 好 玩具是拿來玩的 配件方面 其實跟這個新一 是完全零分別的 嗯 當然 重點都會在 有Mastermind的 Logo 的地台 那裏 另外 就真的 看一隻東西 好 嗯 真的好黑 真正是漆黑一片 是 一蚊蚊蚊 是 有幾集 快點過來 嘩 這個是設計師 是 是 綠色的 當時 剛剛推出官套 大家一眾嘩然的聲音 嘩 嘩 因為官套拍得很好 黑白很分明 令到它的層次感非常足夠 我想起Hot Toys 不好意思 又令我想起其他Size Store 好 麻煩 Walker拍一拍 好 那究竟 八舊水給了些什麼 就是這樣 黑到了 本身 其實現在的Close-up 托蚊 遠看來說 基本上是一塊黑鼓勒掘的東西 其實如果你留意 本身黑色和銀色那類 基本上是有三個Layer 全黑 我覺得漂亮 全黑 黑鐵 或者叫做黑銀 以及光澤黑 光黑 所以你會看到 在腰帶 你會看得清楚一點 我很記得我們介紹過普通版的時候 我們很讚嘆的東西 就是它的胸甲造那種質感 有一點點彈 而在全黑上面 就更加突出到它這個胸甲的不同的材質 對 還有你會看到 我想最容易 應該這麼說 大家看到顏色的層次感 你會看整條手臂就最好 因為基本上你會看到手套的光澤黑 手臂的雅刻 以及銀色 其實是黑鐵色來的 因為它本身反光 你就會看到它的分野更加清楚 但是它這個黑鐵色的損色很特別 它是一個鐵灰藍色 是 所以它配上去的時候 不是很寡的一個純黑鐵色 只是看到反銀 它是偏藍藍的 它的顏色 當然你看到腰帶 也可以看到三種黑色的層次感 是這樣的 好了 又可以long shoot 看看整條手臂 當然 其實你說新一號 都是一個暫時未啤到爛的產品 但是 如果我只是說回本身 它這次的顏色的配搭 每個人都以為黑菇立國一九 Sorry 其實我個人會給多高的評價 就著顏色來說 好 換季拿來玩的 循例都動一動給大家看 上 下 嘩 沒有五十元 左 右 其實本身也是那句 它這次雖然是純黑 但是 QC來說 我這隻 是真是不錯的 托賴 本身其他擁有它的朋友 就著QC來說 仔細看的話 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就是 我有個朋友 他那隻就有一點 在面罩上 嘩 這麼可憐 最值錢就是那些 我那隻就有些 手套有些水紋 光刻的手套有些水紋 其實都 真是講彩素 你很難避免沒有水紋 因為本身它的質量 不是ABS 一些軟膠裝的東西 更加容易 好了 可動性其實基本上 都不用擔心 你出得SHF 落得珍骨丁 這個 空甲 是它一個很大的賣點 因為可動 那 腰 挺好 脫掉 挺好 向前 嘩 基本上 完全沒有什麼特別的阻礙 又帶回什麼 什麼 有一塊 當然 腰和那些 其實都 過了 可以看看 腰帶的仔細度 都夠漂亮 不好意思 而且這個腰帶 好像很有金屬的感覺 是啊 因為它噴的時候 它選擇那個顏色 它的銀粉點比較粗 所以就會看出了質感 對 像腰帶零射 好像金屬一樣 特別出 當然 你本身的透明件 和裡面的風車配搭 是真是靈性的 其實它的透明眼也很漂亮 它黑色撞了 有一點黃底 對 這個是第四隻色 這個和黑色眼的股家 有沒有分別呢 這個更漂亮 這個更漂亮 我想說 它在股家裡面 不是很清 對 比較粗 而且它裡面的網格 我估計它應該是印上去的 因為如果它只是在裡面噴銀 它不會有這麼明顯的顏色差 即是黑色洞 銀色線 應該不會 其實它本身類似是一些 盯好的件 然後噴了銀 再塞下去 它做一部 對 非常漂亮 非常突出 好了 我們又繼續搖 真的不會掉色 這隻會不會掉色 阿哥 不會 只會壓光 可能會壓光 可能會壓光 對 那層膜 它會變成亮亮的 對 嘩 忍不住 好大佬 是會用來玩的 我也覺得沒問題 它有些跟它年紀相符的關節聲音 我也覺得沒問題 尤其是在用來不然就是我 我們做的應該會出點這樣的聲音 我們那個聲音就是 哎呀哎呀 加上ブレak 風雷天 猜不到 基本上你想试它的可动性 这个动作就可以完全将它的优点表达出来 一比六也做不到 外形比例做得很真人 因为它的斗缝也可以调校角度 可以转到颈根的位置 所以在风雷电来说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我想问德哥,在哪里可以买到一只便宜一点 但不是一色,我不介意颜色的 我正想问一下 有,刚刚最新出的改色版 但那一只已经炒气了 那一只都八百九百的 那一只改色版的 变成了鲜色一点的一号 上次我们在那边仓开了 原先那一只都要一千多元 最开始那一只 脱色都不紧 那是三只 非常之好 因为我今天是这个蒙面超人标的衣服 对了,所以变成了一百多元 就可以完全将这一只表达出来 手手脚脚没有什么特别好换 变成了大家喜欢的 就想办法 这一只算不算是近期 蒙面超人 或者真骨雕 比较有些炒风的其中一只 因为近期好像也有炒风的 对上一只能够 不是跌破招股价 近期的拉带 那些SHF、真骨雕 都好像不太企图 但是这一只 都是那句重点 只不过是大家买个呼噜头 都有说过 其实 我又不敢说它没有诚意 但是 可以玩得更激烈 我在腰带那里做个呼噜骨头 或者每一只做个 在这些位置做个呼噜骨头 它玩低调 低调可以做个暗花的呼噜骨头 另外 另外 有些U.E.面 颈巾可以做个呼噜骨头 对 类似凤凰 你也放在肩膀上 我回去做些水贴给大家知道 好 我现在立刻找一个cutter 帮你刮一下 好 超多呼噜骨头 转头见 转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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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快快 随便